自从2014年沪港通开通以来,沪深港通成交量不断提升。 小通,你知道内地的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直接买卖港股吗? 当然了,最近我有不少身边的朋友都想通过港股通参与港股交易。 那你知道有哪些合资格证券可以通过港股通买卖吗? 首先,内地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都可以进行南向交易。 通过沪港通进行南向交易的合资格证券,包括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和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分股, 同时还包括有相关A股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的H股。 没错,如果通过深港通进行南向交易,除了上述可通过沪港通进行南向交易的合资格证券外, 还包括市值不少于50亿港元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的成分股。 当原本的合资格证券不再满足上述要求,则仅可以通过港股通卖出而不能买入。 另外,对于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股票,则还需同时满足额外条件,才可纳入港股通合资格证券。 同时,沪深港通自开通以来在不断地进行优化,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合资格证券供港股通投资者选择。 有关更多港股通信息,请浏览香港交易所互联互通页面,或关注香港交易所港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。